字幕協助 哈囉大家好 我是رجuna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是Room tour系列的 我家的主臥室 也就是我身後這個空間 我們主臥室的空間其實不算大 因為當初在考量規劃整體的時候 我就覺得其實兩個人待在房間的時間蠻少的 然後我們又不是說會在房間看電視之類的人 所以呢我們當初就把空間規劃到其他 我們比較常活動的地方 那就跟我一起進來主臥室吧 主臥室的右手邊呢首先看到的就是小咪的衣帽間 那這個衣帽間呢其實空間 以一個男生來說算大 以我的衣服的量來說是完全不夠 所以就沒有辦法跟他一起共用在主臥室 所以當初我完全就是直接放棄 把這個空間就是讓給小咪這樣子 這個更衣室當初在設計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參考我們前一個租的房子 因為前一個租的房子的主臥室的更衣區 是真的非常像酒店感的 前一個租的主臥的衣帽間 基本上都是小咪在用嘛 然後他也是收納分類的整理的很習慣 所以我就把它完全複製到這裡來 當初在規劃這個主臥衣帽間的時候相對輕鬆很多 因為完全就是複製前一個租的設計嘛 其實主臥的衣帽間的整體設計風格 跟我的更衣室其實風格也蠻像 所以家裡也不會覺得說好像每一個區域的空間 風格很不同會有點突兀這樣子 那我就順便跟大家分享我是怎麼收納整理的 因為其實小咪比較 就他東西都會亂丟然後常常會找不到 所以我有先想好要怎麼整理跟分類給他 然後他再就是依照這樣子的方式去習慣 首先跟大家分享最上面的成板的部分 主要是收納一些空的包包 空的行李箱 比較不常用到的東西 比如說有雨球拍啊 運動的包包啊 登山包包啊 就是一些比較不常拿的 但是因為他的高度也不會到太高 所以其實拿下來也不會不方便 那再來就是中間的部分 螢幕瞭然就可以看到他就是所有的吊掛區 也是做成一個L型的 那這個吊衣杆呢也是我在淘寶訂做 就是跟我的更衣室一起訂做送過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看到下面有八個大抽屜 然後還有一個鏤空的櫃子 那這些抽屜基本上就是收納一些可以遮起來的衣物 比如說T恤啊 短褲啊 襪子 內褲等等這些 然後呢 鏤空的這兩個空櫃子 基本上就是收納一些小咪的 可能相機包啊 運動用品啊 那些不好收在抽屜裡的東西 再來是這個L型的成板上面 放的是一些小咪的帽子啊 生存遊戲的東西啊 前一個租屋呢 本身就有放一個保險箱 然後我們也用的蠻習慣的 所以後來來這邊的時候我們也買了一個小小的 差不多類型的飯店型保險箱 再來最下面還有一區可以收納東西的部分 這邊的空間基本上就是讓小咪放一些 就是可能真的很重不好搬上去的東西 考量到沉重的關係 本來上面的成板也不適合放太重 下面那個成板都是放一些 可能裡面裝有運動器材的東西 那比如說有滑雪包 然後滑雪包裡面可能就一些滑雪裝備等等了 然後還有一些潛水的東西 就比如說潛水的東西都很重嘛 所以他裝在那個袋子裡面就這樣一袋這樣 直接收進去這樣 然後KUMI現在在下面睡覺 KUMI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帽間的這兩片半透明的玻璃門 那當初在裝潢的時候呢 原本這個空間就是一個凹槽區嘛 那因為那時候就在想說感覺好像要有 稍微有一個玻璃門比較有更衣式的感覺 那其實要不要做這個玻璃門都可以 因為我身後這個區域是L型 直接面對就是床會掛一排外套嘛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是有時候睡覺的時候 你看到外套面對的你有點可怕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想說還是做一個半透暗玻璃的拉門 我們當初原本是有考量要直接做四個門 就是讓他可以這樣關起來 四個門的話這樣下面一定得拉軌道 但是因為我們就覺得不想要地上有軌道的縫 因為這樣的話除了清潔不好清之外 就是當初其實裝潢也到蠻後面 如果還要再開那個洞很麻煩 所以就決定只做兩個門 這兩個門其實可以稍微拉洞 像有一些旁邊比較難拿的東西 就可以就是順勢這樣子拉出來 再來是我身後這一塊就是主臥的床的區域 我們主臥床頭有一個小窗 我有訂一個風情簾 因為我覺得風情簾就是看起來很漂亮 但其實因為考量到我很怕亮 所以主臥室的採光對我們來說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我們都是用窗簾把它遮住了 主臥的床架跟沙發是同一家的訂做工廠 我是直接在Pinterest上面找喜歡的床架的照片參考 床墊的部分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晚安奈特的床墊 那晚安奈特的床墊有做到雙人加大King size 我們住的每一個房子基本上都是加大雙人床King size 這個大小我們睡的比較習慣 所以也是為什麼我們主臥室這麼小 我們還要硬要放這麼大的床 因為就是已經睡得很習慣了 沒有辦法接受小一點的尺寸 然後因為現在KUMI也會跟我們睡嘛 所以其實床大一點的話 我們三個睡得比較舒服 床包的部分我自己是很常在淘寶上面買一些 就是可能天絲之類的斷面的 然後我自己覺得睡起來比較舒服 那我自己每次都是買可能兩三個顏色替換 那我自己最喜歡最喜歡最常用的就是白色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每次有拍到床的部分 我幾乎都是白色床單 就是很喜歡飯店感的感覺 其實現在也蠻流行就是沒有床頭版的極簡風格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因為像是歐美的一些IG上面就是蠻多 是沒有床頭版的 我覺得那看起來也是蠻時髦的 我自己個人給大家裝潢上的建議就是 不需要去做床頭櫃 因為我覺得床頭櫃你做了之後 你的床的大小也沒辦法改變 它又是一個很多餘的存在 床頭櫃這個東西就是可有可無 我自己當初就是留空不做 除了我們的空間不太適合之外 你們可以看到我床頭後面有個小小的拉門 那個裡面其實就是當初有點像雨遮回饋的部分 所以那裡面是一個儲藏櫃 可能到這個空間我也沒辦法把它做成床頭櫃 這樣把它擋起來 這樣就會很浪費那個空間 所以呢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之後有需要床頭櫃的話 我可能就是買一個那種小迷你茶几 放在那兩邊就好 那邊是放了一個 我們當初忘記預留它空間的 相機防潮箱 然後所以那邊就是都是放小蜜的相機的東西 也可以把它當成床頭櫃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主臥室 真的空間很小嘛 你沒看得到 所以其實就不太想要再多擺一些雜物 讓整個整體會覺得更擁擠的感覺 床頭燈的部分 我是就是買了一對 就是後面你可以看到這個金色的燈 那這也是我在淘寶上來買的 淘寶有非常多的燈具可以選擇 款式又非常的多 但大家下單前要記得確認 是不是台灣可以用的 我全室其實燈泡都是4000K 但是因為就是我覺得臥室就是很適合黃光 所以當初我就是挑就是就黃光 順便跟大家分享我主臥的燈源的配置好了 因為我們前一個租屋就是 在床頭的頭頂上就有燈泡 所以那時候我們躺在床上可能只是睡前滑個手機 就會一直覺得很刺眼 所以我主臥的床往上的空間是完全沒有燈泡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燈泡是走道區的一排燈泡 然後也只有三個燈泡而已 就是其實我有刻意減少 主臥是一個休息的地方 其實基本上不需要太明亮 那間接照明這部分因為它開著也不會刺眼 開頭就有說我們主臥空間算小的 所以其實在主臥浴室 我想要塞很多東西進去的話 自然就是要取捨一些 所以我們的主臥浴室其實走道算小的 因為我自己想要獨立的淋浴區 也想要獨立的浴缸區 然後又想要很大的吸收台 所以其實當初也是讓我的設計師蠻煩惱的 然後我跟小明也是反覆的修改了非常多次的那個設計圖 這是我們最後絞進腦汁做出來的樣子 在主臥這邊 本來就已經是一個很私密的空間了 所以我的主臥浴室是透明這件事情 主臥還有一個門啊 就是並不是說我直接浴室就是露出來給別人看 有些人可能會建議說就是可以移動馬桶的位置啊 整個浴室的大小甚至都可以改變 可是呢移動糞管的部分就需要墊高浴室 考量到Kumi的就是行動的部分 我們不希望讓就是狗狗在進出家裡的時候 需要爬坡 因為Kumi本身是臘腸狗嘛 我不希望花錢裝潢的房子是 對於Kumi來說或是之後的狗狗來說是不好的 所以我自己會希望我們家整體都是平面的 就是不要墊高 再來就是移動糞管其實長期下來也有一點點小風險 所以我就覺得還是說以最好能讓他們原封不動的位置最好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變更管線的部分 當初我們的浴室呢其實這一面 你看到這一面透明的牆其實是石牆 當初的門是開在淋浴間後面這個門這裡 那我們是有改變了廁所的入口的位置 因為我們主臥本身就已經很擁擠的感覺不大了 如果我的衣帽間跟我的後面的主臥廁所的牆都做成石牆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空間非常的擠 因為當初在剛交屋的時候來看房子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主臥很擠了啦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既然有透明玻璃門這個想法的話 那就把它做成這樣 因為看起來也比較通透感 就你不會覺得整個主臥被隔成很多個區塊 所以空間上會比較闊 然後呢現在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後面 就是當初這整面就敲掉了嘛 所以我們就是做了三大面的玻璃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裡淋浴區一塊 然後這邊有一個拉門 當初我就是想說我想要像這樣一格一格的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沒有 是因為當初那個師傅有說 這邊因為是要做防水 所以不建議這邊有做這個 你做太多縫隙的話容易會有漏水的可能 然後加上這個主臥浴室的門 基本上都是開著的 不太會是關門起來 所以呢它其實視覺上看起來 就已經有橫槓線條的效果 那你會看到三個玻璃門 其實會有一點點不同大小 主要是因為考量到浴室的淋浴區的大小 還有走道區的大小 所以最後就是有一點折衷 三個玻璃門的大小 其實是有一點點不一樣寬的 完全不影響使用跟視覺感 就看起來你不會覺得很怪 首先是淋浴區就是這邊這個區域 那淋浴區的部分呢當初就是希望它簡單就好 然後因為淋浴區的空間不大 大概一百一百公分而已 所以其實一個男生的話會有點擠 淋浴區的水龍頭部分 我是選那種壁掛淋浴架的 最簡約的那種設計 就是沒有什麼太多花俏的東西 然後是VB的水龍頭 那當初買這一組其實也不貴 所以我覺得蠻划算的 因為VB算是蠻高級的品牌嘛 覺得這一組算是CP值蠻高 然後長得又漂亮 因為我在偷偷沒有找到這種的 我自己在淘寶買了一個霧面黑色的層板 然後請那個水電師傅幫我鎖在牆上 當初師傅有跟我說鎖這種東西 在磁磚上的話 可能會讓磁磚有很大的裂縫 因為它不能控制 但我覺得幸好就是我的師傅還蠻細心 他就是小心先敲 然後讓它有個洞 讓它不會不能控制的裂開 當初不想要用黏的就是因為黏久了 最後都會掉下來 因為我之前兩個租的房子都一樣 所以我還是希望有一個鎖上去的層板 給大家看一下淋浴區的玻璃拉門的樣子 當初我就是覺得我一定要 就是非常乾淨簡單的玻璃門 我還有特別跟廠商說我要很接近白色透明的 我不要帶綠色的感覺 那它是幫我盡量找了就是最白透的玻璃 我自己覺得這樣看起來比較就是乾淨然後很透明 所以我的玻璃拉門我是自己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很乾淨 再來是左手邊這一區就是可以看到有牆上的大鏡子 然後是有燈光的 這個鏡子是爸爸木工幫我做的 有設計一個口型燈的鏡子 因為我覺得就是有時候我們需要一些假粉刺啊 什麼上保養品的時候還是需要有一點光源 因為我想要的浴櫃檯面要很大很寬 所以當初就覺得一定是直接請木工師做的是最快的 因為市面上現有的那些浴櫃我自己都覺得太小了 這個檯面我是選石英石 然後我是挑一個花色比較好看的 畢竟真的大理石一塊的話也不便宜 所以我那時候預算考量就是挑一個比較好看的石英石花色這樣子 那人造石的話如果要花色非常仿真很漂亮的話 價錢也都是非常的貴 那水龍頭是因為考量這一面的牆壁就是外牆 所以沒辦法做必出水龍頭的部分 不然我其實自己是非常喜歡必出水龍頭的那種簡約感 那我是挑一個最簡單的L型的TOTO的水龍頭 那面盆的部分一樣也是TOTO的 我是挑一個比較簡約耐看然後比較寬大的面盆 那浴櫃抽屜的部分基本上就是都放一些我的東西 因為小咪也沒有什麼在擦保養品 所以基本上都是我的保養品啊跟清潔浴室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些洗澡洗臉一些沐浴用品的囤貨等等的 再來進到浴室跟大家分享我的那個浴缸 然後我的浴缸呢是我在立社的網站上面 就是直接選一個我喜歡的樣式然後去挑尺寸 因為像這種浴缸啊就是其實台製國產有很多 就是他可能沒有牌子 在挑選浴缸的時候我當初的鎖定就是我想要買壓克力的浴缸 主要是我之前前一個租屋的壓克力浴缸我覺得保溫效果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他除水也很快 因為他是像蛋型的所以其實他除水的時候蠻快 很久以前我跟小咪住在台中的時候我們的浴缸是那種 石頭做的然後是方的那種 然後那種浴缸就是基本上你水就是要除非常非常久才會滿 那我就覺得說這樣除了非常浪費水之外也很浪費時間 因為你光是在等那個水滿你就已經不想泡了 再來就是方形的石頭浴缸其實泡起來很不舒服 因為你坐下去屁股很痛就算有坐台階還是一樣 所以我自己當初的想法就是我自己覺得壓克力浴缸泡了很習慣 然後外型也很好看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而且他是獨立式的所以你看起來就會覺得他非常的有飯店感 後面那個落地型的浴缸龍頭也是頭頭的 我也是挑一個最簡單的L型 然後他除了正常出水之外他後面還有一個就是簡約設計造型的蓮蓬頭 所以通常我自己在洗Kumi的時候我都會在這個浴缸洗他 因為他跳不出來然後又有蓮蓬頭我可以就是衝洗他 馬桶正前方有個窗戶 那這個窗戶當初其實要封不封都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就覺得說浴室還是希望有對外窗 所以這個窗戶我們就是留著的 沒有另外再做窗簾 因為浴室就是怕濕發霉嘛 用貼紙的方式取代遮光的部分 順便跟大家分享浴缸上面放的這個壓克力的架子呢 也是我在淘寶訂做 我覺得壓克力的材質就是跟我的浴室非常的大 然後你在泡澡的時候也可以放一些 就是可能手機啊或是飲料啊 就放在上面的架子會比較方便 還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吹風機的架子也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像吹風機之前沒有地方放 我都直接放在檯面上 那就會很佔空間 而且又怕他被水噴到 我在淘寶上面找到的這個吹風機架呢 他就是有很多種造型 比如說他有可以放梳子的 然後或者是跟牙刷牙膏一起放的 那我是挑一個最簡單的 這樣收起來就不會佔檯面上的空間 然後也不會亂 那看起來也蠻整齊的 再來是主握的馬桶的部分 那主握馬桶的位置就是在淋浴區的隔壁 就是這個位置其實拍不太到 馬桶呢其實就是跟我之前分享的客用的馬桶 是同一台就是TOTO的全自動馬桶 然後我是買最便宜的那一台 因為最便宜的那台打折下來大概才5萬多塊 我覺得算是蠻划算的 不算到很貴 因為他是全自動一體成型的馬桶 然後他有水龍捲的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他有一體成型的溫座 設計上面因為是一體成型 所以沒有什麼就是多餘的一些夾縫細縫 所以你在清潔打掃的時候是可以很方便 就可以把它打掃得非常乾淨 如果你要去買一台TOTO的水龍捲馬桶 然後再另外買溫座 那我覺得其實這樣加起來的價錢也不會很便宜 所以其實我覺得價差不大的話 全自動馬桶算是蠻方便 然後他又沒有水箱 就比較不會有水箱故障的問題啦 所以我是覺得全自動馬桶 我自己用的還蠻喜歡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主臥浴室的垃圾桶 一樣也是跟之前分享的一樣 都是感應式的垃圾桶 我之前就是客用廁所跟主臥廁所都各買一台 廁所的垃圾通常你不會想要碰到垃圾桶 所以我覺得感應式的還蠻方便的 就是你也不沾手不會有病菌的問題 然後他又沖一次墊就可以用很久 然後打包什麼之類的他都也不會沾到手 我覺得算是蠻乾淨衛生的很推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主臥分享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頻道幫我放在這邊 也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也歡迎繼續追蹤訂閱我的instagram 跟臉書粉絲團放在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